各位 大家好 閃致 潘國暉 雷超賀 黃詠賢 四位就是昨天 在尖沙咀採訪 這個撐警察的活動裡面 受到暴徒襲擊的四位新聞工作者 我們大家給他們一些掌聲 昨天的聚會 足以證明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是相當持平的 因為這個是藍絲帶發起的撐警察的聚會 而無線電視是派出記者去做這個活動的採訪 當時是沒有其他的示威人士在現場 和這個主辦的群眾發生衝突 所以很明顯是當時撐警察的群眾裡面 有人針對無線電視的記者而作出襲擊 和過去在旺角或者其他佔領區 因為不同大家意然衝突 或者是藍絲帶踩場引起混亂 而波及記者的情況是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我希望大家分清楚 警方所說現場很混亂 他們沒有辦法分清楚哪些是襲擊人士 所以當那四個記者護送他們離開的時候 竟然有警察是和襲擊人士在那裡握手 我相信現場的警察一定知道這個是撐警察的集會 沒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大家在電視新聞裡面見到 甚至被人扯著條胎 握到全身都是抓痕 港台的女記者在地下被人踢腰踢肩甲骨 不單止攝影機被人搶了 還要出來解釋說跟他們無關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只會存在在一些衝突場面裡面才會受到攻擊 絕對不是 我記得去年的12月30號 其中一個愛自由投的團體在維園發起撐梁振英的活動 當時 拗新聞台的記者 仇智榮攝影師劉家和在維園遇襲 結果 襲擊他們的人 判罰1,500元 賠償1,000元給記者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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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8月4號 又是同樣的團體 又是發起撐警察行動 就是林惠詩事件 在旺角街頭 壹傳媒攝影記者 羅國輝與責 結果警察事後拘捕一個退休探員 楊智偉 最終被判無罪 好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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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出來的時候 我摸一摸我的背包 我打算上台的時候掛起黃絲帶 誰知道我拿了一堆藍絲帶出來 我想麻煩了 誰整理我 放了藍絲帶在我背包 其實不是 那個背包就是我上次 去警察總部示威的時候用的 就是因為明報總編輯 劉俊濤與責 當時大家扣起的是藍絲帶的 我記得 但是大家想想 劉俊濤與責到現在 除了抓了幾個執行的刀手之外 幕後黑手仍然逍遙法外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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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今天記協 聯同其他五個 新聞工作者的組織 去警察總部請願 他們統計由佔領運動開始到現在 總共有24個記者 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當中襲擊他們的除了暴徒之外 亦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 亦受到警察的暴力對待 然後就可以誤導大家開動宣傳機器 令到大家誤信 這些撐佔中的團體 好像他們聲稱所講 大家聽聽 他們說手持燭光 代表香港盡快能恢復秩序與和平願望 廢話 當他們要求恢復和平和秩序的時候 首先破壞秩序的就是他們 記協今年發表的2014年年報 大家有機會上網可以看一下 他們認為從過去兩年2012年梁振英當選以來 香港新聞自由是過去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候 不單止記者遇集主持人被調職 支持佔中的專欄作家被封筆 傳媒老闆受到暴力著襲擊 這些過去從來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這麼頻密地出現 究竟我們問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求警務署盡快公佈過去 由佔領運動開始24宗襲擊事件的調查進度 警察交代 公開向全港市民交代 林鄭月娥出來說 很關注事件譴責暴力 各個建制派的團體都出來譴責暴力 好 既然你們這麼譴責暴力 麻煩你們就在立法會支持 要求曾偉雄出席立法會的特別會議 交代過去兩年來 香港傳媒人所受到的暴力襲擊對待 調查進度是怎樣 有多少判刑 有多少罰了多少錢 譴責暴力 譴責暴力 警察交代 警察交代 譴責暴力 譴責暴力 這兩天仍然一無所有 但我自己不是這麼想的 佔領運動是一個 敲問當中每一個香港人 良知的運動 包括新聞工作者 而我們看到佔領運動的道德感召 是令到傳媒工作者有勇氣站在前線去面對暴民 25年前當時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 是改變了一代香港記者的精神 而我相信25年後 在銅鑼灣 在旺角 在金鐘這裏 我們將會改變香港記者第二代的精神 謝謝大家 講事實 講真話 記者加油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